這個應該是2014年 我參加了庫牙比賽 落到第一名 金獎 這個是中山廣東省的庫牙金獎 中山第一個 金手指就是你 大陸開尋所需要紙紙醫師 即是落到質疑症五年 這次才有資格去申請 我有了資格後我就申請一間層所 初初是在大道的 後來搬過來 每天後好五年 今年大五年 這裏的環境就方便到大家 因為整體的環境 停車又方便 交通又方便 都可以 有些下面的醫生問我 醫生我這症是怎樣處理 我自己說一句 如果那個你表哥你怎樣處理 如果你的媽媽你怎樣處理 如果你的小孩你怎樣處理 因為你的方法要覺得是最優的 最由對方去算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相對人家過來看 你當然錢要收 但你的方法是要動你的自己人 力出方案 關區生活知道多些 Mango告訴你 很多謝各位觀眾朋友 對我們頻道以來的一直支持 相信接下來通關 我們很多找我們幫忙 收樓驗樓 裝修 買樓的客戶 他身邊都有一大群的朋友 喂 是不是真的這麼正啊 這邊的生活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啊 都想跟著我們的業主 我們服務的客戶 一起回來找Mango帶你去看看 沒問題 這邊我們推出了親友團服務 一大群都是自己的朋友 我們根據你想要看的路線 要感受這邊的生活 我們都可以和你一大群朋友 回來內地這邊去看樓 看你的房子 大家一起開開心心 就是希望一群朋友可以住在一起 回來內地退休 生活有一個高性價比 又開心的生活 OK 各位朋友仔 約定你了 灣區生活知道多些 今期沈醫生 告訴你 其實我們頻道真的會篩選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才敢推薦給大家 而沈醫生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認識了 十幾年 即是沒有二十年都十幾年 十幾年就已經老了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看到沈醫生他的牙科診所 一直都是做得很好 亦都是很有口碑 所以我身邊所有的朋友 不過最近通關之後 很多很多香港的朋友 很多很多 我們推薦了這個診所 很多朋友也都介紹朋友過來這邊 很多的 很多的 在這裡 我來到才發現 原來我們頻道有很多粉絲 找你們弄了牙 我們都不知道 直接過來這邊 亦都有些評論 有時候說 我好像都沒有見過有什麼案例 石先生 這裡跟大家賦予一下 其實真的有很多香港的朋友過來這邊 做牙 是的 我做完之後 或者做過一些人在下面評論一下 是的 歡迎大家在評論一下 沈醫生呼籲一下 如果做得不好 不夠就繼續做好一點 做得更好 所以這條片 沈醫生帶大家去再展示一下 很多朋友可能現在上來內地 看牙 或者在這邊生活 遇到牙齒的問題 都可以過來這邊了解一下 亦都感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一開始之前 我們之前有拍過很多關於牙科診所的情況 但是 是漏了我們的客服小姐姐 Hello 我們客服小姐姐 到時候你就會把她的二維碼放上來 大家可以數數這個二維碼 就由我們的客服小姐姐 跟你幫助預約 前期的了解一些情況 是呀 新的諮詢 我們都會做得好好的 還有 售後回訪 都是由我們的客服小姐姐去完成 沒錯 所以掃這個二維碼 那就OK了 然後謝謝你 謝謝 因為現在專門找了下班時間 下班時間 才可以拍得到 不是平時打仗那麼亂 沈醫生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診所 未來有一個新的更大的 但是這個原先這個診所 的一些設備 各方面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都會有問到 來到這裡行不行的 設備好不好的 醫生好不好的 各種的情況 或者通過這條視頻 由沈醫生 幫你診所做一個了解 做一個了解 其實我搬來這間診所 已經五年了 我出來開業就十年 在醫院又差不多七百年 就是一定要有醫院的經歷 你才可以開診所 我們大陸開診所 需要指指醫師 即是落到質疑症 五年 這次才有資格去申請 我有了資格之後 我就申請一間診所 初初是在其他地方的 後來搬過來 本來一間好五年 今年大五年 這裏的環境 就方便到大家 因為整體的環境 停車也方便 交通也方便 都OK 這裏的全科層室 就是普通的寶牙洗牙 雙下大層室 即是普通的東西 這裏 因為我平時比較夢 我會把兩種矮放在一起 即是你多數做 可能你的區域就是這裏 我們顧及到比較多的東西 這裏是酷牙 酷牙的產生 全科都會做 基本上我的經歷 基本上就是照片上有些體驗 多年輕 2004年 2004年我就大蠻紅 一出來就去學習 那時候我已經差不多認識你 對 這個就是我們中大學位 學位是2017年 2017年後 公讀我食肆的學位 OK 這個應該是2014年 2014年我參加酷牙比賽 落到第一名 金牆 這個是中山 廣東省的 庫牙金獎 我終身第一個 金手指就是你 這是我的老師 後來我出來之前 我是本來開診所 未開的時候 我又去工話進修 這是我的老師 這個以前我學班的地方 這個又去北辰 中醫院 中醫院 我去學習的地方比較多 學班的時間就是中醫院 我們看到身後這一面牆 我從來沒試過給這麼多牆牙看著 這些是什麼來的 其實這些是展示品 酷牙牙牙牙牙 酷之前酷之後有一個對比 有一個紀錄 酷牙就是要有一個對比 小鴨牙都需要一些牙牙 當然現在數字化了 其實牙牙牙更少 如果要擺 根本就不夠擺 沒可能擺得到 現在數字化 所以就不擺 記錄回了 什麼是數字化 現在牙牙牙打印這樣 3D打印出來 3D打印成這樣 打印出來 現在中牙其實有一個很方便 就是3D打印牙牙牙 這個位置設計好了 就這樣放下去了 就一定是匹配到的 對 匹配到放下去 一放這個位置就定好了 3D打印這樣 如果我中了中這個位置 這個已經剩下這個位置 這個3D打印 因為講起中牙 其實可能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酷牙未必有這麼多 講起中牙很多平常都會有問我 中牙現在沒問題 中牙現在有一個設備 一個技術 加上很多那些匹配器 設備就可以了 講回設備 這裡會有很多 我知道這邊設備很齊全 講經驗來講中牙 你中了多少隻牙呢 即是有沒有統計過這個數據呢 平均 大概一個二三十隻 差不多 三十隻左右 一個月就中三隻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會中得多 會中一些小馬 但基本上一兩天都要一套 基本上有些人中三四隻 一兩隻 但基本上一兩天就要一個人中牙 中牙比較多 因為中牙 接下來會有一個國家集體採集 這個事情 現在的中牙的價格 比以前便宜了好幾千元 即是幾千元就可以中得到 平均就可以 一會拍片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件事情 真的中牙 中牙室在這裏 這間是中牙室的 這裏就是我們 這裏是我以前學習的那些拓 我中牙就在這裏 一般是 諮詢室 其實我中牙目前中這隻牙比較多 我中青是中瑞士的牙比較多 因為我中陽令 中青是中瑞士的牙比較多 這隻其實在世界上都是 第一大販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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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是會發明 那這次雜彩有沒有優惠 有這隻都優惠 優惠的一部份 我們平時中牙在這裏 因為平時中牙在這裏可以看得到 就算我在這裏拍片 那我一張CT 就看到直牙中的位置 制不制牙好不好的意思 就很直觀 拍片在後邊 一轉過就看到拍片的位置 拍CT的位置 這邊我們是可以在這裏拍CT 就是這些設備全部都有 有的其實有CT之後 中下方便很多 因為它將風險 在中下之前已經浪費了一大 即是你不會盲摸摸 你是看清楚才做 你拍CT之後 可以不可以已經告訴你 不用顧一下 顧一下 其實CT工作很多 這個是不是CT 這個不是 這是一個3D打印 如果我們做牙毛 做什麼現在很方便 所以現在 你現在說牙毛多 其實現在很多是英訓 即是變成數字了 一千幾百床入面 基本上都沒有 就是這個掃描 掃描出來的 這個掃描 我們有三部 這個掃描院 我就有三部 有進口的 有紅角的 有局產的 這個國家都來一點 另外我們目前有三部 老實說哪個好用一點 局也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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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美國的嘴 局也好壞 可能是 所以就看情況 看正確情況 我用 我用了三部 局也好 6時半 現在下班時間 好 好 這裏行過了 這裏 這裏就是 拍片在這個位置 這裏是拍片的位置 這裏是拍些小牙片的 平時拍小小牙片 其實最主要很多時候拍片 即是CT 在這裏是這裏 這部CT機 這部CT機是比較新的 就相當你的牙齒 骨頭夠不夠 能不能夠中牙 就是你會看到很清楚 很清晰的 這部機 一張拍完 放個頭下去 就是這樣咬著 以前沒有這部機 就很麻煩 因為這部機 我已經事先評估 行不行 所以這部機很重要 它檢查方面 給到你的訊息 是非常之重要 而且現在這樣 以前早期這部CT機 拍片 拍CT是500 500 350 現在250 現在就很方便 即是相當一種篩選 就是一種方便我們 不是說要它去做甚麼 不是去盈利的 這部機是非常好用的 轉過來這邊 這邊 一向盆過去就是前邊 前邊的技工室 技工其實是甚麼意思 我不是很明白 就是做假牙的地方 做牙毛的地方 就是在這部這個室 那裏做出來的 做出來牙毛 那這裏呢 你轉轉身 你看這裏有消毒 清洗毛菌 就是你所有任何東西 日在嘛 所以你一定要經過 這裏有個路 這裏是個毛菌室 這裏有滅菌路 一定是經過這兩部 高溫高牙的路 即是每一日我們都會把所有的 使用過的這些 全部要清洗 打包 重力去打 放它去消毒 這裏要拿出來高溫高壓 你看 多少工具 慢慢清洗 清洗完之後再消毒 高溫高壓消毒 那這裏是打包的包裝區 裏 整個瘤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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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打包消毒 有很嚴格的這個操作標準 要的 衛生局一樣都要定期禮 是 其實都是受到 即是要有監管 有監管 這個就是那個監管 這些東西打包完之後就是這樣 即是消毒之後 即經過那一輪之後 有個時間 隨機抽一下 它就有日期碼 到8月17 2月17到8月17 一步一步 它就這樣一個一個打包好 這樣 它是這樣的 滅了菌之後 它在這裏便會變色 後來變色 即是它本身有個檢測 有個檢測 即是可能能達到溫度 它原始不是黑色的 這些是專門護士在製造的 可能不負責這部分 但是它用自己的要求來做 這裏有唐梯是上去2樓 2樓是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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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休息室 有個茶水間 還有兩間層室 即是一度週末 即是人不夠坐 就上樓上 2樓都幾悠行 這裏有個諮詢室 即是其實有時又需要 這裏是市警室 這裏是市警室 這裏是平時 平時我們有些人 之前之後的變化 就要在這裏 整容前 整容後 但有機會我把我 菇艾的照片給大家看 大家看完之後 肯定要去整容 但我沒有時間去分解這些 菇艾其實我聽你說過 不是一般厲害 那個後果不是一般厲害 我發兩張照片 我們一會看到 但這裏有很多照片 這裏有很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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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有來這邊整個牙蕾 好或者不好 歡迎在評論區 都在評論區 如果好的話 我肯定可以生 如果不好的話 我要舉進 希望大家 大家 互相進步 就是這樣想 其實在這裏做了 那麼多年 這件事 其實你覺得你秉承著 是一種甚麼心態 先去服務那麼多的朋友 因為我和你是熟 我知道你的為人 但其實我相信 在這邊治療過 或者檢查過一兩次 大家都會感受到 其實你是一個好 自己親自動手 用心 這幾個方面 其實我做醫生 都做了十幾二十年 十幾二十年 而且公立醫院做過 公立醫院做過很多年 醫生的心 基本上初心是不會變的 基本上入行的時候 練習 到現在都練習 無論大環境如何變化 不是很大區別 人就是那個人 三歲還是八十 我覺得醫生最重要的一個技術 第二個叫做醫德 或者初心 或者叫做淚心 是很重要的 譬如我說很感燈 卡哲你找我看牙 其實現在你找我 他找我 和電視前那個人找我 其實我跟他說 治療方法 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方案是一樣的 經常有些下面醫生問我 醫生我這陣子要怎麼處理 我自己說一句 如果那個你表哥你怎麼處理 如果你的媽媽你怎麼處理 如果你的弟弟你怎麼處理 因為你的方案要覺得是最優 最優的 最優對方去算 這是很重要 相對別人過來看 你將它 當然千萬要收一下 但你的方案是動你自己人來出方案 所以他選擇最優的方案 不是說我要怎麼 是覺得將它動成自己人來出方案 我覺得會合理多些 OK明白了 那一會兒我們再和大家去拍攝另外一條片 這條片就是講現在一個很大的福利 就是因為國家都一個集體採集的模式 令到很多種植體 是嗎 種植體降了價 這次降了幾次呢 降到30年前的價格 三十年前 即是我未入行那時候的價格 所以其實對於很多朋友來講 是個福音來的 至於具體是怎樣來的呢 我們稍後和大家再拍一條片 介紹這件事情 多謝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對我們頻道的信任 也都很感謝沈宇先生 這邊是幫助很多個朋友 令到最少我推薦 人家不會說 嘩容易工作室 你的推薦是不行的 其實我是說法治女生 我也是希望下邊的人在看過眼 那些人去評論一下 評論是最好 為什麼呢 評論是最真實的 譬如服務很好 價格很貴 技術很好 技術一般 技術很好 這些全部都可以寫出來 我們知道哪些需要去改善 因為我們說其實是沒有用的 第三方 它評估是最客觀的 我覺得是最客觀的 而且其實到目前為止 所有通過頻道或者介紹的人 我都是盡身的 當然我技術可能未達到 但我責任身是去到盡的了 是去到盡的 而且我這裏有特點 就是我所有的項目的收費 是放在前桌的 全部是一事同仁 包括我身邊的人 或者舊客很一用的 這個是他做到 所以我都希望那些人評論一下 是不是哪些地方需要去盡 有評論才有進步 好 好 人家覺得好 才是好 我自己覺得好有什麼用 好 那我們評論他見 Mango告訴你 蓉兒工作室 推出一系列和房屋有關的服務 我們可以幫你 在大灣區裡面 找到你心儀的樓 第二個 如果你買了樓的話 可以在這邊 幫你去做裝修的工作 目前我們已經有很多的案例 幫香港業主 人在香港 房屋在這邊 已經很開心很順利的裝修完了 第三個部分 我們可以有收樓嫌樓服務 收樓嫌樓服務 我們會一條龍跟你跟到足 第四個部分 就是我們這邊 還可以有出租服務 如果你有屋想租出去 或者你想回來這邊 先租住屋 再看定些 再去買樓 或者陪小朋友讀書 我們都幫很多的業主 這邊找到屋 租完之後再去看樓 慢慢看 看對了 再來買都可以的 最後想跟大家說一下 多謝大家一直的支持 和關注 如果你看到這個部分 還沒有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希望你點一下 右下方這裡 關注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分享出去 給你身邊想要回來 大灣區生活的朋友 多謝大家